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2018年第一次来报道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和这个周末 大家玩得尽不尽兴 其实班长是不太喜欢假期 一方面班长的同事都说我是变态工作狂 很少休假 另一方面我们是做新闻工作的 很怕假日里有突发新闻 所以哪怕是在家休息 也都会随时开着手机 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假日里很怕接到老板的电话 把短信或者微信一收到 完了假期泡汤了 但是从新闻里面看 台湾的劳工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疑虑 因为台湾的相关规定 你如果下班之后 老板给你打电话 发微信 LINE 如果谈工作的事 就得付加班费 班长的一位台湾企业家朋友 前两天刚刚被罚了20万新台币 原因是他的一个离职员工 说他下班之后给他打电话 没付加班费 如果经常看班长新闻的朋友 我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哪里有一点不对 这个台湾当局对劳工权益的保护 如此的呵护备质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劳工 天天上街头游行示威 抗议绝食 这两天还要把蔡英文的办公室包围起来 还要晚上去睡在台立法机构 这台湾人民是不是太懒了 太不知足了呀 先别着急 先听班长扒一扒台湾劳工的真实处境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 台湾劳工每年的平均工时是2034个小时 日本人爱加班了吧 他们还自嘲自己是社畜 可是台湾的劳工比日本劳工 每年还要多干304个小时 另外根据台湾劳保局的统计 台湾每11天就有一位劳工因为过劳致死 所以台湾劳工不是太懒 是太勤奋了 还太累了 其实以前台湾劳工的工时更长 但是那个时候 由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 大家觉得累一点 苦一点 多干点活 然后能多赚点钱 未来是有盼头的 都觉得没什么 可是这两年 台湾经济发展停滞 甚至是倒退 工资十几年没涨 物价就已经上去了 可是企业主还是像原来那样的剥削他们 所以当然要走上街头 其实这种劳资之间的对抗矛盾的扩大 民进党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进党是最善于在风口上起飞的一个政党 2016年他们选举的时候 发现了劳工这股不满的情绪 就开出了支票 说等我上台了 我就要把原来的双休改为双利 这个休假日跟利假日的实质区别就是 如果是休假日的话 你还可以劳资双方协商是不是要加班 多付加班费就可以了 但如果定为例假日的话 就是说老板 你哪怕是劳工愿意 你给加班费 他也不能加班 就是当局强行企业主 每周要给劳工两天的休息日 这么一来 企业主的成本当然上去了 他们肯定不愿意 所以民进党上台之后 这种劳资之间权益的拉扯就开始了 民进党很聪明 吵来吵去 去年弄出了一个一例一休 也就是说一周 一天必须休息 另外一天可以协商来加班 他原来以为觉得折中了吧 大家都满意 没想到双方都不满意 劳工觉得 你当初不是说 我们是你心头最软的那一块 你上台了 要给我两天的休息吗 现在怎么又少了一天了 那企业主觉得 台湾经济本来就不行了 用爱发的店都不够用 你现在连人力又抠回去 我成本再增加了 所以不断的给当局施压 当家了就知道柴米贵了 所以一年多之后 今年又要开始改这个所谓的一例一休了 所以现在天天天天在吵 咱们再回到刚才班长说的 下班收个微信算加班的事 其实这正是完美的体现了 民进党当局的施政风格 这发个微信 不给加班费 发二十万 听起来特别严厉吧 可实际上有几个人敢去举报的 班长那位特别碎的老板朋友 也是离职员工才敢黑他一把 而且像这种特别小的劳资之间 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小事 你把它上纲上线 写到规定里头去 这不是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吗 所以这些规定听起来特别漂亮 口号响亮 可实际上劳工半毛钱的好处都捞不着 就像是那边西瓜连皮都摸不着 我赶紧塞给你一颗芝麻 说下班了之后我不让老板给你发微信 你看我多关怀你 多呵护备质 这就是民进党常干的事 对于民进党当局这些鸡贼的做法 班长都不想多说了 在这里班长特别想跟那些 目前正在苦苦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劳工 还有那些对未来充满焦虑的台湾企业家朋友 说几句真心话 其实不论是什么一历一休 还是最低工资三万新台币 还是每小时的最低工资加五块或者七块新台币 这对劳工来说都只不过是饮鸩止渴 真正的原因在于台湾的经济 在于那些政客心态的施政当局 如果台湾的经济再持续这么恶化下去的话 哪怕你让劳工一周休六天 劳工也过不上好日子 反过来也一样 你哪怕让劳工一周工作七天 也救不了台湾的中小企业 所以真心的希望 这八百万还在苦苦斗争的劳工能够真心的明白 如果继续纵容台湾的政客这么玩下去的话 你们现在正在失去的不仅仅是几天的休假日 而是整个未来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我是叶班长 我们再见